所以我们接下来下半段呢 我们就讲解有关这个自主导航 自主导航 然后在这边就是 之前呢就跟大家说了那个建图嘛 所以接下来就是用这个地图呢 怎么样去让机器人可以 达到这个自主导航 也就是告诉他一个 在这个地图里面呢 告诉他一个终点 然后呢又告诉他一个起点 然后从起点呢 机器人自动的从那个起点 走到那个终点 然后中途其实呢 它有避障那个 实时都会看着周围的那个事物 然后有避障的那个功能 OK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 下半段所要说的内容 然后同样的 我会从这个运动规划开始说起 然后呢给大家一些概念 为什么因为基本上如果说 直接跳去实操的话呢 大家可能就是说 我知道他是怎么样 可是他其实里面 到底在算些什么东西 这个概念呢可能没有一个概念 所以我从这个概念的角度呢 跟大家说一下 到底这个路径规划到底是什么意思 OK所以说到这个路径规划呢 其实呢它的目的就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要从A点去到B点 然后呢我们的那个前提是 我们有一张地图 OK有一张地图 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的那个位置 跟我们要去的那个终点的位置 就是还有在这个环境里面 所有的那一些就是 那个静态的那个障碍物 动态的障碍物我们就不说了 因为比如说人种动啊 这些东西不会画在地图上 所以静态的障碍物呢 基本上就比如刚才的那些沙发 茶几那些东西呢 都是会呈现在我们的地图上 OK所以我们有了这些条件过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怎么样 去算出我们从这个点去另外一个点 应该要走哪一条路 我们在这边呢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比如说我们这边右边的这个图 这个是一个 其实这个右边的图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最左边 这个小的图的那个全景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图 然后呢这个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环境 然后呢我们就有那个 这个是7点 绿色的是7点 然后呢蓝色的是中点 不好意思 红色的是中点 然后蓝色的是障碍物 就是说中间他们隔了一堵墙 比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这样子一看起来 我们人其实很快的就说 我们就是直接这样子 这样子这两个路径就是了 对吗 可是其实我们的算法呢 其实是应该是我们有一套算法 让不管整个地图是怎么样的排法 怎么样的那个就是说它的那个那个 那个 障碍物呢 不是在中间或者是在哪里 然后 它有多复杂都好 不过我们同一个算法呢 我们运用在不同的那个地图上呢 都可以就是说找出它的路径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算法 然后一般呢 当我们开始讲这个算法的时候呢 比较就是大家常用来解释或者是做例子的呢 就是这个A型算法 这个A型算法 大家可以看A的这个算法 这个算法我觉得是一个 大家搜网上搜就可以搜到很多资源 说有关这个A型算法的 就是拿来算我们的这个路径规划 然后这个算法呢 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说 它是以成本最低的路径 然后在这边呢它说成本最低 它不说最靠近或者是最快 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说法 是因为成本最低呢 其实是基于看你在用这个算法的时候呢 你告诉继续人你的成本是什么 你的成本如果是时间 他就会算OK 从这个点去这个点 中间所需要的时间哪一个是最短的 如果你说是距离最小的啊 像这个成本就变成距离 或者是其实有其他的 就比如说你从这个点去另外一个 比如说我们说他 搭那个地铁的话啊 或者是什么 可能就是说 是看那个那个车费 车程的那个费用是多少 最低的这样的算法也有 其实我们在搜这个 地铁路线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有这样的 我们的这样类似A型算法 这样的一个路径规划的一个过程 OK 我们就不要扯太远 我们就回来这个例子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环境过后呢 我们怎么样 就是那个概念是怎么样去找 出这个路径的 所以首先我们需要做的呢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整个地图呢 把它就是说切成很小的一个单位 所以呢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这个一个格呢 我们就算是一步吧 就是一个单位 最小的一个单位 肯定是如果说你的那个 你要更加的那个精准的话呢 你的这个单位就越小嘛 所以这个就要看我们要有多精准 就是你的一步是有多小 OK 比如说是这样的一个大小 然后我们就把整个图呢 都切成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格子 所以这个每个格子呢就代表一步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个起点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周围有 这八个可能性 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机器人是在这一点的时候呢 它的下一步肯定是在这个 八点 就是或者是这个八个点的位置的其中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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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 这个是肯定的嘛 它不可能可以走两步 因为我们的算法就是它是一步一步来算的 OK 所以我们就是一 然后可能下 可能的下一步就是有八个可能性 然后呢 在每一个下一个可能性 有的这一步呢 它又有下面另外的一些可能性 就是说在下一步 就是说所以这个是第一步 然后第一步走的第二步可能是这些 然后如果第二步是在这里的话 第三步呢可能的是这些 对吗 所以这样子算下去我们就有很多步了嘛 所以这个跟我们那研究下齐其实有一点关系 然后我们有了这个概念过后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说 我们要找出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 这中间用最少的步伐我们可以找到的 其实如果说大家把每一个可能性都画出来的话 大家可以想象到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它就是变成一个好像一棵树这样子吧 对吗 就是说从上面 然后一直延伸一直延伸一直延伸下去 所以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 OK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是第一步 然后第一步 它下一个可能性是这两个 然后这一步的下一个可能性是这两个等等 或者是这一步它下一个可能性是这三步 OK 这样子慢慢画下来嘛 就变成一棵树这样子 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我们如果说要找这个解决的方法呢 其实呢它就变成了我们在那个计算机学里面呢 一个叫做搜索的问题 然后呢 这个每一个所谓的一步 其实是一个状态空间 所以是一个状态空间 所以是一个状态空间跟一个搜索的那个问题 所以 为了要了解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拿一个就比较有趣的例子 就是这个 哈诺塔 也就是Tower of Hanoi 这个呢 就可以给大家理解什么是状态空间跟搜索问题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例子 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对 在这里 好 我们在网上就搜了一个 这个是一个小游戏 所以呢 这个就是Hanoi Tower OK 这个Hanoi Tower的那个游戏呢 就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有三根柱子 然后呢 我们想要达到的 或者是这个游戏的玩法呢 就是说我们上面有这些圈 然后那个圈呢 是由大到小 然后我们 比如说最简单的是三个圈 然后我们的那个目的呢 就是想要把这三个圈呢 排在对面的这个这个注射上 然后它的排法呢 是肯定是必须要最大的在下面 然后最小的在上面 然后每次你移动一步的话 就是说你这样子移动 这样子算一步 或者是你移到这边也算一步 所以呢 在这个第一个状态的情况下 你接下来可能做的是 放在这边或者放在这边 所以是有两个可能性 对吗 然后呢它还有一个规则就是说 大的不可以放在小的上面 所以呢 你有了这个过后呢 你下一步你肯定是要这样子 你没有别的选择了 你不能这样子 你只能这样 OK 然后你可以重复的这样子拿上来 不过我刚才说的这个做法呢 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它的那个主要要找到的就是 你怎么样在最少的那个步骤里面呢 把三个圈子移过来这边 所以刚才我那个做法是错的 所以比如说我们再重新看看 我们看真实的最准确的做法呢 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第一步 第二步 然后第三步 第四步 第五步 第六 第七 所以这个呢 所以大家可以看刚才那七步呢 其实就是七个不同的状态 然后呢 它是从第一个状态去第二个状态 第三个第四个这样子延伸下去 然后每一个状态 其实它有多个可能性 可是它选那个最好的可能性 或者是最佳的可能性 OK 所以这个最佳的可能性呢 其实呢 A星呢 它就有了一个规则 刚才 我们就回来我们这个东西 OK 所以大家理解了这个东西吧 对吗 所以我们把这一套东西呢 套回去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是第一步嘛 这个是可能的第二步 然后第二步呢 应该选哪一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上面有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A星算法 就是在算 它就会算出每一个下一步 距离终点的成本 成本 哪怕它是用距离来算也好 时间来算也好 总之它就是算那个成本 所以比如说这一点 去这里的距离 比这一点去这边的距离 啊 这两个点一样 我们拿另外一个 这个点去这边的距离 比这个 这一点 去这一点的距离还要短嘛 所以呢 这个数据呢 这个数字呢 就会比这个数字小 所以呢 它就会选 所以它就有可能会选这个东西 所以就根据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他们就一直算算算算算延伸下去 算到最后来到这边啊 这个 当它已经碰到终点了 这个就是说它已经找出了一个方案 它求解到了 这个就是我们找到的路径规划 OK 我相信 我在这边其实已经把整个概念已经说清楚了 所以就看大家能不能够理解 不过没有关系 这个就是大家可能过后可以慢慢去思考一下 我刚才说的这个东西 然后去看一下这些东西 然后玩一下那个 这个Hanoi Tau 大家就可能会有一个概念 所以现在呢 希望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5分钟不到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呢 让大家了解这个路径规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是以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算法 然后在这边呢 我也要说一下 这个A星算法呢 是一个很基础的算法 其实这一种比如说搜索的问题呢 在那个 那个 计算机学里面呢 是很 怎么说呢 就是说 他们就是说有很多种算法来做这个东西的 所以我说的这个算法不是单一唯一的一个说法 它还有很多解决的方法跟他们里面的那个理论啊 概念啊 其实还有很多 我在这边呢都没有办法解释 因为它这个本身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 所以这个呢 就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我们的这个路径规划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就是说继续去 看这个搜索的问题 然后这个状态空间这些东西呢 然后大家就可以找到 比如说 其实有其他的例子 比如我刚才说的那个地铁的那个找出 应该要用哪一条线去哪一个路 去哪一个车站转车等等的这些东西 其实也是跟这个是同一个问题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比如说下棋吧 对吗 我们下棋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 我们怎么算出来 其实跟这个是同样的一类的一个问题 OK OK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解决的问题呢 就放在了我们这个自主导航里面 OK 我们的那个 解说 就是那个 理论的部分呢 就暂时就说到这边 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探讨一下 我们怎么样去实践这个东西 所以为了要实践这个东西 刚才我在前半段的时候 跟大家有介绍了这个AMCL 也就是这个Adaptive Monte Carlo Localization 也就是这个定位法 然后这个定位法呢 其实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呢 大家就可以就是说在这个ROS的这个链接去看 它的那个细节或者是去网上搜它很多那个资源 可以解释这个东西 然后这边呢 如果这边我们就有一个例子 就是如果说我们要Totelboard 然后呢 把我们刚才所建的那个图放了进去 然后用这个AMCL的工具呢 来完成这个自主导航的这个步骤呢 大家可以在这个连接上面找到那个网页 可以跟大家解释的 不过今天我们用木星机学 等一下刘老师呢 就会跟大家介绍 跟示范那整个过程 不过我先大概说一下 这个过程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流程 所以首先同样的 我们必须要有那个环境 然后呢 因为大家如果说没有机器人的话呢 我们就用这个反射的环境 所以呢同样的 我们就启动了我们的那个Gazebo 启动了过后呢 我们其实跟那个GMAPIC的那个过程蛮接近的 所以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就是启动我们的那个AMCL的demo 不过现在呢我们必须要告诉这个AMCL 我们的地图在哪里 就是刚才建的那个地图在哪里 这个也就是刚才我们在上班的时候 我有跟大家解释 这个AMCL的这个这个 这个 节点呢 它是需要我们的那个地图的信息的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告诉它地图的信息 然后过后我们就启动这个ARVIS 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地图 跟它的我们的那个机器人的那个传感器的那个反馈 就在这个ARVIS里面可以看得到 然后我们的这个自主导航呢 其实我们今天呢会给大家介绍几种方式 怎么去就是说去演示这个自主导航的这个过程 所以第一个过程呢 第一个方式呢我们就是用ARVIS的一个工具 它里面呢其实有这个2D Navigation Goal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ARVIS里面我看到那个地图呢 我们可以点一个位置 然后告诉机器人说去那个位置 然后它就会开始做那个路径规划 然后机器人就会开始动 然后从A点去到你指定的那一点 这个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也就是大家需要学的 就是说了解了第一种方式过后呢 那第一种的这个过程呢 是怎么样用编程来完成的 所以第二种我们其实也准备了我们的那个例子 也就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那个提供的那个 提供的那个例子包里面的例子的软件包里面呢 也就是在这个RC Home EDU Learn ROS下面的这个 ROS 这个RC Home EDU Navigation的这个软件包下面有一个脚本 叫做Navigation.py的这个里面呢大家可以开起来看 等一下可能就是说 那个刘老师会跟大家解释 在这个文件里面呢我们会把我们要的那个位置的 这个坐标也就是这个X跟Y呢 就是说写在这个Location A 也就是在这个代码里面的有一个Location A的定义 你把这个XY放进去这个Location A 也就是定义了我们的那个最终的目标在哪里 然后你启动这个编程的话呢 我们就会告诉那个机器人在那个地图 在那个起点呢可以就是说 从起点导航到我们的那个终点 也就是我们要的那个Location A 然后怎么样拿到这些东西 怎么样做这些东西呢 这些具体的操作呢 等一下我们就来看示范 不过整个流程是一个大概一个这样的一个流程 好我把时间交给刘老师 那我们来开始做我们现在的这个演示啊 我还是分享一下我的屏幕 我们这样几个步骤来做这个演示啊 第一个呢我们还是在仿证环境下看一下 现在如果我们在仿证环境下利用刚才建立起的地图 怎么样在仿证环境下进行导航 然后呢我会在真实环境下 我已经把这个地图考到我们真实的机器人身上了 然后在真实环境下使用这个地图 来做一个这个这个陈老师说的这个 就是用这个脚本来给指定一个坐标 让机器人去这个位置 首先我们 我还是放大一点啊 首先我们还是启动我们的这个仿证环境 这个命令是一模一样的 在改变一步下启动我们的仿证环境 好 这个正常启动了就这样 接下来呢我们在仿证环境下 启动我们的导航 也就是说就像正常说的 我们要告诉他我们的地图在哪里 这个命令是这样的 这个数据应该是使用的默认的情况下应该使用的是这个3D视觉 仿真出来的3D视觉传感器的这个数据 然后他的地图数据呢我们也指定一下 找到刚才我们存放数存放那个地图文件的路径 Ctrl L 老办法把它跳出来 拷贝粘贴 这个时候我们用哪个呢我不能光指定TES1 我必须要指定TES1.YAML 也就是说我要把整个的这个地图的参数文件告诉他 因为在参数文件里面也显示出了地图的图片文件的路径 所以我们把参数文件告诉我们的这个导航程序 它应该是怎么走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这个导航效果啊 这个命令跟我们之前用的那个导航 用箭图的时候的这个阿卫子这个命令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它就是个数据呈现啊 所以不区分你是导航还是箭图 然后稍微的旋转一下这个位置 让它跟我们的这个导航效果的这个方向呢 尽量保持一致 我把这些不需要的呢隐藏一下啊 好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器儿 这个就是我们这里面机器儿的状态啊 就像陈老师说的 这些小绿箭头是什么意思呢 机器人根据他的这个初始状态 因为机器人是不知道自己准确位置的啊 根据他自己传感器反馈的数据 他认为自己可能的每一个位置上 都放了一个绿箭头啊 这些绿色箭头就代表这个 他可能认为自己在这儿 也可能认为自己在这儿 每一个可能的位置上他都放一个绿箭头 那么初始的时候呢 他这么跑起来 我们肯定这个效率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们要告诉他一个 to depose estimate 我们告诉他一个 哎你大概可能在这儿 因为我们是导航缓 仿证环件直接启动的 所以机器的位置是真实的这个 靠近桌子这个位置 点击鼠标左键 就告诉他你的位置在这儿 同然后摁着鼠标不松手 按着走箭不松手拖动 你就可以产生一个绿色的大箭头 这个大箭头呢 就告诉机器人 你可能的朝向是哪里 对于机器人来讲 在一个空间中确定好自己的位置 需要知道的就是两点 一个是坐标xy 可能立体空间有z 二维平面像xy 还有方向 知道了这三个要素 才能整确的知道自己在哪 好这第一步 我们刚才已经给了他处始位置 接下来的我们让让他去一些这个房间里的点 这个时候用的是2D NiveGo 让他去这个房间的点 比如说我们让他去这个这个位置上 他会产生一些观测数据 然后呢会产生一个规划路径 他就沿着这个规划路径走到这个点 刚才我们2DNiveGo的时候 其实是个紫色箭头 他也表现出你的目标点的位置和方向 箭头所指就是他的方向 其实现在这个跟起来的这一片绿色的东西呢 就是刚才那一堆分散的很开的绿色箭头 那么现在机器人呢就已经把这个可能的位置已经收敛到自己真实的位置附近了 所以他就能达到一个位置 这个地方因为离这边的这个墙壁比较近 所以他不见得能够真正的到达这个位置 我再给他选一个啊 比如说这儿 他也产生了一个规划结果 就是这条路线叫规划的结果 这个路径规划呢是实时的啊 怎么理解它的实时概念呢 就是说你比如说我现在让他到这儿啊 我下一步还是让他回到这个角落上去 其实他有不同的路线可以选 比如说他可以走桌子右侧 他也可以走桌子左侧 那么他一般会选择一个相对来讲短一点的路线 我们直观理解短一点的路线 但是如果这条路线上有一些障碍 那么他也会改变自己的路线 好我们再做这么一个演示啊 这个演示需要一个动态过程 首先来讲的话呢 我们还是让机器人他的目标位置要去这个角 那么我在这个里面呢 先准备好一个障碍物 这是从这里面拖动的一个圆柱体 我先放房子外边 这个有点大啊 我选择好了以后 我把这个调整一下他的这个大小 把它变细一点吧 我们就好像模拟一个人挡在那条路上一样 变细一点 好接下来呢 我给机器人发布一个目标点 我让他去这个位置 但是我要挡挡挡这条路啊 我让他去这 然后呢 我把机器人 我把这个障碍物赶紧挡过来 那么这个机器人就会走的过程中发现 这多了一个东西 过不去了 他马上更改了自己的规划路线 从这个右侧绕桌子去了 所以这就能说明我们的这个规划过程是 所谓叫实时的 他不是说是地图建好啥样 他就只照着这个地图好 他是根据实时观测到的这个结果来 调整自己可能 而应该去的这个位置和路线的 我给他点时间啊 你感觉像是边走边想 是不是这样走 那会还能不能过得去 有的同学做过更有意思的实验 就把这两个路都堵上 那他直接会报给你一个 结果他找不到路了 因为我们在这个导航的界面里头 会看到啊 他实时在更新自己的状态 该的new plan 因为他每走一步 自己的位置都在变 目标的位置不变 他都会理论上来讲 都是一次新的路线选择啊 所以就在不停的报 如果他被卡住了 他也会爆出一个卡住了的一个信息 这是在仿证环境下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要进真实的机器人看效果了 这个机器人确实是在仿证环境下 离这个墙壁的定点位置有点近的情况下 他就也找不到怎么样跑得过去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70位置附近 看看能过得来吧 我这个柱子还在啊 所以他还是过不来 还是走远端 绕一下 大概是在观察啊 得到了路线 出发 看一下他真实走的效果 我们在虚拟机下跑 其实蛮消耗这个尸体机的硬件资源的啊 所以我现在的GPU的风扇 是一直在在比较强力的转的散热 他他可能会慢慢的回到他的这个 规划的目标点 好 那么我们先先结束这个啊 我们去看真实的 真实的是这样的 我们还是在这个这个界面下啊 这个位置是初始位置吗 是吧 靠前一点吗 好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 继续启动我们的机器人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地图已经考过来了 哎 在这上 这个现在这个test1 就是我们刚才建立的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属性 来验证一下它啊 看时间 刚才的时间 20点48分 刚建好的 好 我们在这里面呢 第一步 启动 底盘 好 嗯 嗯 连续过程 第二步 启动导航程序 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 RoseLaunch Jupiter 这个是有Navigation AMCL Launch 地图文件 Mapfile 等号 我写出来吧 写杠 Test Test 1.YAML 屏幕上可能有点糊啊 但是 我也念了一遍 大家就知道是这个路径 注意观察的运行结果 然后他再不停地更新自己的这个深度信息 好 接下来 就是老规矩Avis启动 接下来我们可以做这个导航了啊 我们实现的目标在这里面要演示什么效果呢 我们实现的目标是让机器人 我把还是方向调整一下 调整到我们习惯的这个感觉 转圈 我们的目标是让机器人 而 在 坐标指定的情况下去到一个目标点啊 所以我们第一步呢就是要选择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么我们怎么样选择这个目标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用这个publish point 选中 选中以后这个时候鼠标 再在我们的这个地图上挪的时候 就它带上了一个红色的一个小地图标记 小定点标记 好大家注意看左下角这个位置 就不停地在变化 对吧我弄到哪去它就在变化 这个就是这个当前鼠标指定所在点 在地图中的坐标 它的原点可能是靠近这个 靠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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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这个起始点或者是地图的起始点 我们不管它坐标原点在哪 比如说我放这儿 这个时候放记下这个数字 负的1.78和1.31 它有三个数字 负的1.78是2.31 X1.31是Y 负的0.00143是 朝向角 那么如果你对机器人朝向角有要求 你可以指定 它应该是弧度关系 可以指定它朝向角 你像我们这里面 只要考虑它的到达位置关系 我们就不先先不考虑它的这个朝向角了 好 接下来这两个数字 接下来呢我们去找这个代码 在哪呢 SRC 原文件下 我们叫RCHOME EDU LearnRose RCHOME EDU Navigation Script 就是脚本 Navigation PY 2是什么意思 2那个文件 其实我们是一个连续点导航 这里面是单一点导航 我慢一点找到那个位置 好 这里面有个LocationA LocationA就是我们要指定它去的点 X是负的1.78 Y是正的1.31是吧 我们不用管θ 它朝向脚 我们现在不关注它 保存 关闭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启动脚本 运行脚本来指定位置 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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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vigation Navigation Dop PY 好 诶 Rose Lounge 不是RUN 哦 你是做了脚本的 是吧 没有 就写了Lounge的文件 对对对 有点乱 对 你这里面指定的是那个Navigation 我Navigation 就是另外一个脚本 然后呢 大家要注意观 放大一点吧 要注意观察这个里边的显示 我把这个窗口整体的脱小一点 我们看机器人的走法 好 现在 我运行这个脚本以后 第一件事 你点动 第一件事 他问 他会告诉我 Click the 2D pose estimate button in Avis to cite the robot's initial pose 也就是说他也要第一步去告诉机器人 你大概在哪 是吧 所以我回到我们的脚本上 回到我们的Avis界面上 用的2D pose 我也告诉你在哪 大概就是 差不多 在这 好 接下来呢 他就开始ready to go 然后呢 去目标的那个 开始导航测试 go to point A point A在哪呢 就刚才我们定的那个点 他就去了 对吧 你看机器人也就去了 好 接下来 他去那以后不是说就不回来了 他会有一个新的动作叫reach point reach point A 到了 到了以后 接下来干嘛 going back home 还要回来 所以呢 他就会再规划一个到起点的路线 我们机器人会有些话 你看见没有 因为他底下那个压到那个D叉的开关了 所以大家在使用这个命令可以干嘛呢 比如说你给机器人下了个指令 你不是说非得给他指令XY 你可以指定定义这个点为kitchen 比如说到厨房去 但是机器人听到kitchen这个指令呢 他就对应上那个XY的这个点和朝向 然后他就去了 去了以后 你当然可以不让他回来 脚本里头都可以写啊 如果你让他回来 他就去了以后再回来 如果不回来 他就到那去 然后开始执行下一个任务 所以这就是 其实陈老师做这个 我们做这个案例 做这个例子的目的 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 引导机器人去地图中的一个固定点 我们也可以引导机器人去地图中多个固定点 比如说我们之前做过一个演示 就是让机器人在这个房间里头像巡逻一样绕着桌子转 那么他采用的方式就是 定了很多点 A点B点C点D点 然后形成一个序列 从A到B 从B到C 从C到D 然后回到 回到这个起点 然后再这个去 这个ABCD各个点就能循环起来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演示的这个内容了 陈老师 陈老师 好的 谢谢就是木星的那个演示 然后我再放回我的那个平面 买我的那个桌面 好 回到了桌面 我们时间其实也是差不多了 然后呢 就是跟大家就是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就学了什么东西 基本上呢 今天呢 就是大家看到我们的那个操作的其实都很顺利 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的那个 机器人的这个导航的这个软件包呢 其实在ROS里面呢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软件包 所以它的那个成熟 它的那个导航的功能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我们的机器人 其实它的那个 我们的知性度还蛮高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说刚才我们要去A点 我们就去A点 然后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包括我们中间就是说 加了一个障碍物 它其实都可以就是说绕到走 而且这个东西不单是在实体 在虚拟两个呢 其实都是呈现的效果呢 或者是成绩的都是很相近 所以它的那个在虚拟环境下的那个 我们可以做的开发呢 其实大家也可以就是相信 就是说在真实的情况下呢 也可以达到就是说很接近的那个效果 所以这个呢就希望可以就是说 帮助大家就是说 开发我们这个自主导航的这样的一个应用 然后让机器人呢 可以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环境里面的安全的那个行走 好 最后呢其实就想就是说给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视频 不过我不会播这个视频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呢 里面其实跟我们今天做的东西有什么类似的地方 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Google无人驾驶的那个项目 之前的一个那个项目的那个带头人吧 项目的经理吧 那也没错的话 所以呢在这个这个视频里面呢 就是我也不播这个视频 就给大家看中间的一部分 所以中间的一部分呢 它在这边 它在这边呢就给大家看说 他们就是说 真实的这个自动驾驶车呢 在就是说 马路上行走的时候 他们的那个传感器所拿到的数据 跟他们用这些数据怎么样来就是说达到这个自动驾驶呢 的这个整个过程呢 其实跟刚才大家就是说看到我们的建图啊 然后我们路径规划啊 然后还有这些就是说很多颜色的盒子啊 其实这些呢跟我们做的就是很相近 所以其实哪怕如果大家就是说想要做自动驾驶啊 以后想要做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很多那个背景的那个知识 跟我们的理论呢 其实跟我们这个移动机器人的那个自主导航呢 是很接近的 所以在这边呢就给大家就是说做一个比较 给大家看到这个就是自动驾驶车 他们不过他们呢肯定是就是说精度啊 或者是他们的那个复杂度啊 跟那个传感器啊 硬件的要求肯定是比我们这个室内的 找地机器人的那个精准度高很多很多倍 所以不过呢 它的那个底层的那些概念啊 底层的这些原理啊 其实都是很接近的 OK 好 我觉得今天就说到这边 然后呢我们就回到我们的那个 停一下 停停 OK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那个作业 所以最后的作业呢就是这里 所以这次的作业呢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说刚才 刘老师也给大家示范了嘛 就是说从一个点然后去一个点 然后再回来 然后其实 也说了这个多个点的 其实我们 我就是在这边呢就部署了这个作业 其实就是想 大家用这个多个点的例子 其实首先从一个点 然后写去多个点 其实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脚本 那个逻辑上的一些编排罢了嘛 这个我相信大家如果说对编程有基础的 看了那个应该就懂得怎么改 然后 其实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例子跟之前我们说话的那个例子串上来 所以刚才其实刘老师也给了大家一些提示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如果识别到比如说是kitchen或者是识别到厨房或者是客厅或者是睡房或者是我们用英文也好用中文也好都行 我们如果说比如说测到这个我们用我们那个语音的那个课学到的那个 学到的那个例子嘛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如果用那个LM的例子的话 我们运行过后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那个那个话题里面呢 我们如果说测到某一个关键词的话呢 他就会把那个关键词是那个发布出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发布出来的这个字呢 就是说接近我们的这个导航的例子里面 因为我们这个导航例子里面我们里面也是可以写我们的那个发布跟订阅嘛 所以发布跟订阅如果大家忘了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第一个可学的发布订阅 所以用发布订阅写进我们这个导航的这个例子里面呢 基本上他就可以去比如说去那个订阅我们的那个 语音识别所识别到的那个话题 所以呢当我们有这个话题 然后我们里面比较如果说你是听到比如说Kitchen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导航的那个代码里面呢 就说如果我收到的是Kitchen 我就会说Location A的XY是这个 然后呢把那个Location A就是说 去把他实行那个路径规划 对所以就是说把他变成那个我们要的目标呢 然后根据我们现在已经有的那个导航的那个代码呢 他就会就是说开始路径规划 然后Kitchen就会从起点去到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 所以如果说大家把这个东西串起来过后呢 就可以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说根据权说去哪里 据权就会去那个地方 然后从那个地方又再根据权说你去A点 然后他又回到A点 然后去B点他又去B点 然后去C点他又去C点 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作业 不过大家也可以就是想一下这个语音跟这个导航呢 还有怎么样的一个结合 然后在这边呢 最好是就是说在这边大家也看到这个要求 就是说最少就是说尝试有三个那个导航的那个行点 英文我是叫Waypoint的 所以这个Waypoint呢 我们要怎样写进我们的代码里面 这个就是大家的这个练习 因为呢比如说在我们比赛 我们at home 里面的比赛呢 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会给命令给那个机器人去某一个房间 做某一件事情 或者是找一些人还是怎么样等等 所以最基本的一个工作呢 就是机器人必须要听你要他去哪里 然后机器人去哪里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典型在at home 里面都会有的一个任务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用这个例子呢 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 好 我今天要说的内容 其实都已经说完了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 有什么不理解的 想要跟我们交流的 我们等一下就是说结束了过后呢 我们可以有一个交流的一个环节 所以呢 今天让我结束了今天的这个在线课堂 然后呢 我会停止了这个录屏 然后我们就进行交流 最后我就感谢就是说 首先感谢木星的那个工程师 刘老师 吴老师 还有黄老师 就是给我们做的这个实体 跟很精彩的这个演示 然后也很感谢大家 就是说今天已经是第四周 其实下周就是我们最后的一堂课了 所以感谢大家就是说 这几个礼拜都一直就是说有上来 虽然人数不多 不过我是觉得说 就是有来的常来的都一直会 就是说来听我们这个课 我希望你可以学到一些有用的 然后可以帮助到你们参与我们的那个 接下来的这个比赛 然后有关比赛我们过后也是可以交流 好 我今天就说到这边 希望大家就是说 下周我们在最后一堂课 同样时间 同样地方 也就是我们同样的这个 那个会议的那个连接 同样时间 同样地方 希望再见大家 OK 谢谢大家